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起第三天 连长第三天 我在长假前 我特别做了一份四月的锦囊妙记 免费送给大家 你要打电话进来索取的 是不是完全如同我预告 我说四月份先蹲后跳 果然四月份前两天蹲下来 我在上面写半年线强而有力会守住 果然半年线守住连涨三天 今天已经来到一万一千一百点 今天来到一万一千点 昨天美国股市又大涨 昨天美国又大涨 这么个原因 习近平在博鳌论坛的一个发表演说 几乎是把川普的话一五一十的跟着一起念 有点就是川普在你一搞 习近平拿来念 可见得整个美中的贸易战已经开始慢慢在淡化了 大家都在释出善意了 知不如同林陈彦跟大家预告的 到最后赢家还是川普 赢家还是川普 你看美国昨天道雄鱼国去四百里才八点 然后打个涨了2% 费城半岛底更大涨3.2% 更强 亚洲股市今天是没有像昨天那么强 亚洲昨天连涨两天之后 今天香港继续涨 大陆股市继续涨 你知道香港连续三天来 三天来 香港已经去多少 香港已经涨将近一千五百点了 四天已经涨一千五百点了 那连香港 大陆 美国都敢涨 你还在怕什么呢 对 贸易战又不是我们 当然我们年代也会受影响 没有错 可是主要的国家都敢涨了 你还在怕什么 所以要有点嗅觉啦 你如果看不懂行情 最起码你要去感受风向球 整个状况的一个风向是怎么样的 对 连大陆 香港 美国都敢涨 那别怕嘛 你如果看不懂 那就跟着林肺燕做就好了嘛 听林肺燕的分析嘛 对 我大陆分析是很到位的 十二月底我就说一月份会大涨 会八点 二月过年前击杀一千点 我说过年后会大涨 有个七八点 三月份我说相行 真正相行 四月份我说先蹲后跳 果然先蹲后跳 跟我的预告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个股还是比较重要啦 个股还是比较重要 今天成交量一千两百九十一亿 可见得很多人还是心有余悸 美国大涨 大陆大涨 昨天欧洲大涨 结果大家同样走得不敢买 所以你要说什么都不可怕 人吓人吓死人 自己吓自己 没要意 没要意 这才是最可怕的东西 自己吓自己 把自己给吓得 你看那么多赚钱的机会 生技股 锋利发电 财报在发布很多赚钱的公司 怎么会不敢做呢 你如果真的不敢做来找银河宴嘛 我带着你做嘛 我只买底部的基欧股 我跟大家一直强调 我只买底部的基欧股 我不会让你去追高 你看今天虽然涨 今天强弱分得很清楚啊 你看今天有这么多 涨停板的股票 有这么多涨停板的股票 大涨更不用讲 对不对 可是也有很多大跌的股票 你看大跌的股票里面 很多都是涨很高的 而且业绩很烂的 这也是业绩很烂 不要太离谱的 对不对 绿色也是业绩很烂的 之前潮很高 可是业绩不怎么样 只有四毛钱而已 所以你等一下跟大家讲过 我不买投机的 我不买亏损的 我不买怎么样 我不买 涨太高的 你只要跟我避开这些 你不用担心啊 对 你看商店街 一直在跌停板 对 证围也是一直在跌 很多那种业绩很差的 差到四十二块 了解的公司 最困一楼放下去 都一直在印证我的说法 不要去买那种太 你看 这样裂去这样拉 已经又三个停板了 你没有那个心脏啦 你没有那个心脏啦 冰台 裂去又裂下去 很多人喜欢追高 喜欢追高 很容易就追到这种股票 你看今年 今年也是 打到快跌停 对 龙大 裂去又裂下去 我不做这种股票 我一直标榜我不做这种股票 对 业绩也不怎么样 我们开大门走大道 专门找业绩好的 从底部开始做 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 跟着一起赚钱嘛 对不对 今天 生技股又起来了 今天生技股又起来了 但看个股啦 不是全部啦 不是全部啦 有些生技股一下去都起不来喔 生技股很多业绩很烂的 你不要去博白蜂 那个到最后 你会有苦难言啊 你看我生技股 我买立康 涨去8% 我们61买的 涨到72 押回整理 押回整理 黄金胶它又出现了 立康古年一块占6块 升级股里面一年赚6块 是很少的 模范中的模范升 股价反而 北比只有十几 只有十一倍而已 我们今天 通知会员押回66再买 又不会最低 当天马上涨上来 69.2 一天又5% 一天又5% 那买这个不是最安全吗 对不对 三月营收 月增加120% 历史次高 三月营收历史次高 黄金叫它出来了 明天七十块 站起来 搞不好就直接喷出去啦 那这样不是很稳 这样不是最稳的方法 专门买那种 月季最好的 股价刚从底部上来的 今天我们又买了另外一档 我们今天又买了另外一支 宝岛科 我们今天一开盘 VIP会员就买宝岛科 好 就买宝岛科 65块 64块钱 正好一个是买在最低点 买在最低点 这个量比较少 正常的 为什么说 你看这支股票 每年至少都5块6块 宝岛科就是我们国内的 宝岛眼镜 全省1000多个门市 国内最大的眼镜公司 每年都是赚5块6块 跑不掉 大股东就是金颗 大股东持股高达70个person 股价从120回到60元 每年都赚5块6块 股价腰斩 这个跌股可跌嘛 指标在低档区 月线指标在低档区 代表一个新的多头即将开始酝酿 周线黄金交叉出现 日线黄金交叉也出现 也出来了 连三两天出了 大股东持股70个person 完份股份就不多啊 加上持股都在大股东手里面 那你想大股东120不买 12块不买 他敢去买60块的 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这种是不是 业绩最好股价底部 最容易炒的股票 买这个你就可以很放心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不想走 跟着林田彦做没关系 今天风力发电又起来了 好 今天风力发电又起来了 中钢购 上尾头 永贯 立骑 四季康 又起来了 所以昨天大跌 我就跟大家讲过 不会那么快结束啦 因为风力发电是政府 绿能的一个新政策 到2025年要用绿能来取代核能嘛 所以预计新的兆元产业 怎么可能会那么快结束 是不是 可是有些有的股票 起太高的 你不要去堆 中钢购 我觉得也是炒得太离谱了 业绩也不怎么样 对不对 业绩不怎么样 差到40几户去 差到30 买到40户去 这个太离谱了 上尾头起到百七百倍 去年才赚两块钱而已啊 本益比已经八十倍了 这个我又不会这样 我又叫你去买这种的啦 永贯 第四季还在赔钱 对不对 今年第一季也不好 去年第四季已经赔钱了 股价炒到一百块 这也不是我的个性啊 可是又好股票啊 你看立期 我们十点五元买的 比较三个亭板 我们在十四块钱卖一半 昨天跌停板捡回来 我也跟大家讲嘛 对不对 十四块买的 咱们跌停板整一块买的 后买多回来 今天又去四% 很好啊 昨天买跌停的 今天赚四% 对不对 十四块钱卖 下来一块半 一块半多少 大概12% 13%了 这样差价做起来就很好啊 是不是 昨天外资买套第一名 在OTC的部分 就是立期嘛 几千四百点嘛 外资不敢去买这种 什么中钢购啦 上尾头永贯 不敢去买那啦 因为买那个 对他们来说没有保障啊 有买吗 不敢买啦 不敢买这种的啦 外资不敢去买这种啦 上尾头敢买不敢买啦 不敢买啦 吃买一天 只有这里买一天而已 买一天也买没几张啦 大概一千张而已啦 对 中钢购不敢买啦 外资不敢买这种的啦 可是外资 绝对敢买我们的利期 绝对敢买我们利期 为什么 利期每股净值 18.2元啊 现在高级到12元而已啊 最安全啊 对不对最安全啊 利期这一次 除了跟中钢 还有丹麦各本哈根 一起参加竞标以外 同时 利期又跟日本日商晚酒 那天丽 那天丽 离岸风店 台气店一起合作 也要争取得标 那预计这一次跟日本合作这一边 要投入865亿 865亿 865亿里面 利期要占50%的资金 目前已经有14家本土银行 愿意加入提供给他们500亿的融资 人是算整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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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到底能不能 这个是 这个粽石 它这个应该是材料的部分 上尾头 不知道谁的 中尾也不知道 中钢构是比较有机会 因为有中钢的背景 可是人家是全套的策略 你要做风力发电很好 这是一个很大的规模 可是你不要去买那种很投机的 基电标的部分 雅力电 华晨 你看华晨 帮来 雅力电 也是掉下来了 重头戏在哪里 重头戏这支 这支才是重头戏 这支才是重头戏 所以很多事情 看事情要看重点 你对于这两个题材有兴趣的 我在礼拜天 4月15号礼拜天 下午台北 我为大家办了这一场 4月台股风生水起 4月台股风生水起 什么意思 风力发电 生技股 水 在中国人水是代表财 4月份如何运用风力发电 生技股 让你的财运 再起 4月台股风生水起 我来说风力发电 要怎么做 生技股要怎么快 今后要没去的 业绩又很好的 把你的财运 4月份再带一波起来 打架进来预约报名 我们报名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你可以打架进来报名 我们礼拜六 礼拜天下午2点台北厂的讲座 4月台股风生水起 其实4月份 有很多的话题 风力发电 生技股 年报发布完了 现在开始要发布第一季财报了 3月营收总共130几家创历史新高 有很多的话题在里面 紧接着开始开股东会 对 开股东会的时候 有冬金改选行情 接下来 除权旺季有除权行情 有这些财材 你怕贪不钱 你只要避免去买那种业绩很烂 涨太高的股票 跟你一起布局底部一档一档的个股 有很多赚钱的机会啊 对不对 有很多贪金的机会在那裡 你看130几家 营收创历史新高的公司 今天生技股 今天生技股跟风力发电又起来 今天镜头的 镜头厂也不错 可是这些亏损是比较严重 只是跌升反弹而已 我并不建议大家去买这个东西 涛地也起来了 涛地三月营收 创历年三月新高 比二月成长一点四倍 第一季的营收也是历年第一季新高 黄金叫他多舛 这也要开始攻啊 2408南亚科 三月营收历史新高 第一季营收历史新高 今天一盎盎盎盎盎益 上的九十五回馆了 昨天美光大涨五% 昨天美光大涨五% 谁社会大 南亚科嘛 今天虽然开高走低 这个压回还会再攻 黄金交交刚出现而已 6239历程也是啊 3月营收历史新高 第一季的营收历年 第一季新高 去年获利 7年来最好 去年获利7.5 7年来最好 股价整理很久了 外资持股70% 这么随时会噴出去了 有那么多赚钱机会你怕什么呢 看到今天这种成交量 我觉得很可惜啊 很多人不敢做 我刚刚很可惜耶 打电话进来报名 礼拜天下午台北厂的讲座 4月台股风升水起 让你的院教你怎么样运用 风力发电生计股 让你的财运 再来一波高峰 报名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今天节目对你有帮助 按个赞加个油 您的院会找更多的资料 提供给大家赚钱的机会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已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并非可能